第467章 无影 国内那边竟然也有人参与进来了 看来他们也对这个三角形铁块感兴趣 不过不知道这群人究竟是谁 叶寒的眉头皱起 对他来说参与进来的势力越多 他想要完成任务的难度就越高 他必须要尽快提前动手了 再继续耽搁下去 只怕到时候出现的牛鬼蛇神就越多了 对了 寒子 今天早上昂明对我说过 咱们楼下来了一群国内的人 你说这群人会不会适合拜访塔多将军的 是同一批人 这个时候 昆桑忽然想起 今天早上昂明给他们送餐时说的话 文言 叶寒的剑尾挑了挑 随后说道 金三角不是什么旅游胜地 而且异常混乱危险 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国内的人一般没事不会往金三角这边跑 说不定这批人还真是天龙卫监视到的那一批人 昆桑说道 那我们要不要去探一探他们的底细 自然有这个必要 叶寒说道 根据天龙卫传来的消息 这群人眼下还在塔多将军的府邸 咱们就在酒店里面等着他们 只要他们回来了 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有道理 昆桑点了点头 这时 叶寒的手腕上 那块类似电子手表的设备上面亮起了红灯 发出嘀嘀嘀的声响 看到这里后 叶寒在那块手表上面按了一下 随后 一个女子的声音就传来了过来 你在哪里 叶寒笑道 既然这玩意能够定位 你们就应该知道 我在那里 来昂明酒店 我在第三楼第五个房间 说完 叶寒关闭了设备 这东西要是经常开着 是会引起敌国卫星注意的 寒子 你手上这东西还能打电话 昆桑看到这里 顿时感觉心奇不已 叶寒笑道 你别小看这小东西 它虽然小 但是作用可是非常多 昆桑大哥 准备一下 等下会有国内的高手过来这里 有他们加入 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 就会容易多了 半个小时后 叶寒他们的房门外面 响起了敲门声 昆桑走过去开门 随后 一共六道身影 静止走了进来 叶寒这会儿正在坐着喝茶 他抬头看了一眼 这六人 竟然全部都是熟人 安全局的成军 地龙 李森 陈剑 钢刀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 叶寒也认识 当初去江地公园 和白面书生见面时 这个老人 行驶着小船而来 最后凭着一根鱼竿 将第一将和第二将 死死地压制着 让得他们不敢对 叶寒动手 叶寒见过前辈 见到这老人后 叶寒当即站了起来 这个老人当初 也算是对他有过救命之恩 不能没了理数 文言 那老人欣慰地点点头 笑道 在五界 打者为师 眼下你的实力 可是比我都要强上一线 前辈二字 我可不敢当 叶寒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长到这一步 着实让我震惊 看来当初 我保你一命的举动 没有错 而今 出现了一个古五界第一天才 前辈料赞了 快请坐 叶寒将老人请入座之后 他看着成军等人笑道 成大哥 几位同僚 好久不见 大家不用这么客气 咱们坐下谈 成军咧嘴一笑 和地龙他们一起坐了下来 说道 叶寒 没想到投让 我们来金三角会合的人 就是你呀 这次有武堂的空老同来 而且还有你这个高手 这次的任务 一定可以圆满完成 地龙他们点了点头 如今叶寒有多厉害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揣摩了 更不是他们可以去挑战的对象了 如今 眼前这个青年在华夏五界 几乎是无人不知 除了北方的纳兰灭天 青年一代 谁还敢在他的面前 展露出战役 武堂 这是属于国家的一个神秘机构 里面大多都是一些实力强悍的人物 比如像空老这种高手 在武堂里面就有不少 叶寒对于武堂也多少了解一些 曾经听司徒震天提起过 当然 国家有多少隐秘力量 其实叶寒也不清楚 叶寒 我们来到这里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时 只听空老神秘一笑 成军他们也咧嘴笑了起来 听到这话 叶寒神色一愣 目光从成军他们身上扫过 旋即他忽然想起 刚才和自己联系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但是这会儿 这屋子里面分明就没有女人 看来 明镇华夏五届的叶寒也不怎么样 我来了这么久 竟然都没有发现我 如果我要杀你 只怕你已经死了好几回了 正在叶寒发愣的时候 一道女子的声音从他的身后响起 随后 一只柔软无骨的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在那只手上还握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只要叶寒有乱动 这把锋利的小刀就会割破他的咽喉 异能者 叶寒感觉到身后女子身上传来的气息 他的剑没一条 这女子身上的气息 和他当初杀的那名弯刀异能者杀手是一样的 行了 无影 坐下吧 咱们来听叶寒讲一讲这里的情况 空老这时发话了 叫无影的女子长相属于冷艳那一类型的 瓜子脸 刘燕眉 眼神之中时不时在发出冷锐气息 无影在叶寒身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皮衣 身材高挑 这种打扮像集了电影里面的女特工 外表给人一种征服欲望 你看什么看 难道你不服气 见到叶寒在看着自己 无影淡淡地说道 眼下很多人都在传闻 你叶寒有多厉害 很有可能赶超燕京城里面的纳兰灭天 不过见了你之后 我才知道 这种传闻其实有些夸大其词了 至少我刚才如果要杀你 你已经死了 听到这话 叶寒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笑了笑 没有去争辩什么 这世上可以杀他的人有很多 但是无影绝不在此类 如果无影刚才对他释放出一次杀气 叶寒绝对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他揪出来 无影是异能者 属于国家隐秘力量异能协会的成员 他的异能是隐身 就算用先进的仪器 都不能看穿他的隐身异能 不过见识过无影这隐身异能的厉害后 叶寒很想看一看 他的阴阳法眼能不能看穿他的隐身异能 接着他的隐身异能